第一份工作人員 兩月,只有一星期 然後我遇到事件 健身是很困難的 我去警署 然後去醫院 等待… 到大學等到二十年 差不多二十年 我的孩子… 媽媽,你去哪裡?媽媽… 媽媽,你去哪裡? 我的心肌不能外出 永遠都可以 她可以 走出來 有時候我夢想,我哭了 所以…我不知道 因為沒有工作,不能簽證 為甚麼?扭鬼 我很抱歉,我也很抱歉 我會走,我會走 我的丈夫總是跟著我生氣 跟著我 一個女性要放棄她自己的生活 放棄她自己的家庭,出去打工 會遇到這些事,她無法面對自己 無法面對她外面的家人 除了身體的傷害 而心靈的傷害更大 可能會令她很害怕人 她縮了那部車 在香港的工人姐姐 受到一些虐待的事情 身邊沒有人遇到這種情況 其實三個月,我聽過很多 三個月,我朋友遇到 被孤主打到扭血 三歲的小朋友 平時要扭動 然後她的媽媽聽到 她說你不懂得罵她 她不斷打下去 我覺得當僱主 也要細心想清楚 我們究竟要分配甚麼工作 是否真的把所有事情 就這樣把她們做 然後她們做不適合 我們又要覺得是她們的責任 其實我們是否應該反思 是我們的責任 力一點的姐姐,真的會報警 有些人真的忍著… 可能家人要錢 要錢,要生活 很多人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沒有聲音 對 就是忍著… 當地報警 還是要通知我們人這邊 有有人教你們做這件事嗎 有,但我們真的有事的時候 其實不是有幫助 其實… 其實要靠自己 靠我們自己,對,保護自己 最熟悉的陌生人 星期一晚10時半,ViuTV